詞曲 李宗盛 雷電混於奮免中 混實在太奧妙 梁仙邪惡 特實對流 時雲常周笑 失意得意 終有招變滿 本別覺得心招 笑莫力被寬群搖 應當他奉取如飄 心只要意志堅定 就能平靜任何奇異快之 貴谷先生 這次得利幫我救五國使者出來 寡人實在感激不戰 大王, 不用客氣 對了, 貴谷先生 不知道能不能留在宮中 輔助寡人料理國事呢 大王, 我一向無心仕途 只要大王記得 將來提起小桃孫賓 我就心滿意足了 阿賓 回鬼國之前 你也要來敗祭你二叔 也算是你的一片孝心 這次上山 不知道甚麼時候再有機會回來 二叔... 阿賓, 冷靜點 你們連死人都不放我 我要報仇... 阿賓, 我一定為你報仇 一定會報仇 表哥, 舅父和舅母 已經在致入土為安 你也別這麼激動 他們殺死了阿淑和阿神 現在還將他報仇方爺 為甚麼... 阿賓, 冷靜點 不行, 我要報仇 我要報仇... 阿賓, 你要去哪兒 我要報仇 你知道仇人在哪兒 你要去哪兒報仇 我不知道, 我就算走遍天涯海過 我們找到他們把你殺... 表叔 我要報仇... 阿賓, 走 阿賓, 走 走 我要報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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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師父 你不要阻止我, 我要報仇... 阿賓 阿賓, 你真的想報仇嗎 是, 我真的想報仇 你為了報仇, 真的不後悔嗎 不後悔, 我絕對不後悔的 好, 那你去報仇吧 阿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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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 你現在報仇了 你是不是很開心 你殺了那些仇人 你自己也賠了一條命進去 現在, 選家絕後了 絕後了 你是不是好悔 你不要再說 你不要再說 你謀悔, 你這樣死化值得嗎 不要再說… 表哥, 你怎麼樣?你沒事吧 殺人者人行殺之 終日仇仇殺殺 根本一點意思都沒有 我現在才覺得 報仇並不是一件這麼愉快的事 我一番的心意算沒有白費 是 偉高先生, 剛才我見表哥 他發癲的動手動腳 就以為自己報仇 究竟這是甚麼法術 這是全心屬可以控制一個人的身智 當一個人兒子報仇的時候 很容易被全心屬控制 相反的 如果你是兒子堅定的話 全心屬是不會控制你的 阿斌, 人生在世 無論對人對事 至少事魂不債 災極重重 都應該保持意志堅定 所謂欲不欲不成器 經歷多些磨練 對你們這些年輕人來說 絕對是一件好事 其實人生苦短, 順眼之過 人與人之間的恩怨情愁 又何必根根計較都這麼清楚呢 不錯, 師父你說得很對 其實我應該清靜無謂 跟師父兩山溪潛修學道才對 如果是這樣, 就是一個人沒有自棄的了 人應該可為是作為 把握時機, 順應天命 不應該無所謂以為 也不應該無數不為 你明白嗎? 昨天的孫殯已經死了 這個衣冠寵就代表以前的孫殯 從今天起, 你應該有重生之年 過往的事已經煙飛雲煞 師父, 我們現在是不是想毀侷了? 一個人煞時間要完全忘記痛苦的妄事 不是敢意的 阿笨, 我們何況去混游四海 偏難天下的名山大村 以胡公三色的靈氣 消除你一切的煩惱再作打算 表哥, 這樣也好 那好吧, 我們走 賢將軍, 最近司馬平有甚麼動靜 啟稟大王 司馬大夫除了上朝之外 都沒有離開府邸半部 司馬平以為虧行舉報 寡人就不能找到罪名將他自罪 事實上, 他司會國國士臣 已經有勾通敵國之嫌了 不過是國國的使者 在他府邸出入過一次半次 不足以證明他跟敵國師通 是沒有真憑實據之前 貿貿然定他罪 恐怕會令到群臣不滿 司馬平畢竟是朝中的仲神 要明正言順定他罪 不是這麼容易的事 看來要把他明星暗降 最好就調他做一個閒職 大王, 最近教方師五同告老歸田 不如... 好, 由司馬平管理一班官技 真是有趣 明天就是司馬平的獸神 看來大王要好好送一份口禮 喝一下他了 爹, 大王為甚麼會把你轉職為教方師 大王這麼做 就是不再信任我 提情形 我在齊國再無蠟燭之地 爹, 暫時還是先把這件事放下 今天是你大壽, 看我明彬客滿堂 我們先去招呼客人 神醫官, 何以司馬大夫還沒出來 大夫快出來了 大夫出來了 司馬大夫... 各位...真不好意思, 要大家等這麼久 請坐... 好... 好... 司馬大夫, 今天是你的大壽 下官祝你壽比南山 謝謝...請坐 司馬大夫, 今天是你的壽神 大王又送了一份這麼厚的禮給你 看來大王真是對你寬信有加 實在令人記到且善 司馬大夫轉職為教方師 以後我們多多接近了 以堂堂尚大夫的身份 掌管教方師實在大財小用了 只不過能夠以官技為伍 也總算是嚴福不淺了 我也是找你的 我們身為臣子的大王有命了 只有延聽繼從 可能大王就是看得起司馬大夫 對大王忠心耿耿 延聽繼從才把這份禮給你 當初我知道有教方師這個禮給你 還以為會在我的身上 陳將軍, 你這句話是甚麼意思 司馬大夫, 我只是替你開心 看來待會兒要好好敬司馬大夫一輩 祝你步步高升, 觀魂亨通 簡直豈有此理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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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來幫忙救爹 爹 爹 師馬大夫, 幹甚麼 老爺... 老爺... 爹 爹 爹爹這麼深, 司馬大夫看來也空刀吉少了 司馬大夫就這樣了 一天對你害死司馬大夫的, 是你 爹 算了, 爹不死也死了, 還怪誰 司馬公, 我們也想不到會發生這樣的事 你還是節哀順變 是呀, 我們也要告辭了 我們也要告辭了 各位, 請 輸不遠心, 各位 保重 告辭 老爺... 爹 師馬大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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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師馬大夫 為甚麼你這麼毫無功呢? 我們馬上走 還有很多事你猜不到的 師馬平, 我們想去哪兒? 你們是甚麼人? 你不用管我是誰 師馬平, 你身為組織的一份子 你不要忘記你是為提國辦事的 老爺, 枉我這麼多年 悉心在乎你成為齊國的常大夫 你竟然炸死器官前途 白費我一番心血 你們詆毀司馬大夫的清語 後來判人 師馬平, 你上次司會秦國師姐 事前都不通知我一聲 你眼中究竟任我這個首領存在 你做每件事都應該事先通知我 你這次竟然起觀前途 以後叫我在齊國怎麼立足 其實齊王已經開始懷疑我 所以我一定要走 你不用解釋了 我終於陪你 就是要你緊守在齊國的位置 現在你這樣做 這條組織的契句你終於死 狗犯斷長法 爹 你怎麼看見人呢? 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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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司馬大夫竟然會師通秦國, 真是始料不及 靖姐姐, 我這次成為街下籌 只怕九死一生 可是我怎麼也不相信 司馬大夫會背叛齊國 當然不相信 但是現在天下間的人 都會當我爹埋國叉 死不要緊 只要我認識我爹的世英明為一旦 要我做女兒就沒辦法跟他申願 靖姐姐 靖姐, 我這次連累你 我實在過厭了 你別這麼說 司馬大夫身前 對我們兄妹倆好像一家人一樣 我死無怨 開座 是 司馬姑娘, 關於你爹的事 我已經品名大王 你要殺就殺, 無謂聲聲作態 兩位姑娘, 你先聽我說 大王是一個通情達理 寬盟大量的賢主 所謂一人凡事禍不及淒落 何況司馬大夫已死 大王亦不想向你們追究這件事 你們可以走 靖姐姐, 人死不能復生 你別這麼難過 想不到我爹身為齊哥的尚大夫 死了之後連屍首找不到 竟然要依觀作草 不過你放心 我一定要為你洗脫冤情 我不讓你夢想不白自冤的 靖姐姐 爹, 我花生 我一定要為你平反 恢復你尚大夫的身分 到時候再為你復光大葬 靖姐姐, 就是天罡了 現在大夫又被朝廷封了 當務之急, 應該先找地方棲身 傑, 我想上鬼谷 上鬼谷? 沒錯 大王跟鬼谷先生有交情 我想借助鬼谷之力為爹洗脫冤情 那也好 以我們現在的武功 是很難為我哥和你爹報仇的 說不定上鬼谷 可以拜鬼谷先生為師 好厲害 還百分之亡 要不議 我們有任何人 是, 大量 公信大量 以後再練好一點 是 琴滑, 你試試 是, 大量 楊帥老先生 偷學武功犯了谷中規矩, 你知道嗎 我知道, 我知道錯了 我下次不敢了 你不用怕 我不是下面的弊, 婆婆 我最多隻眼開, 隻眼閉 多謝楊帥老先生 以後不好了, 還快去砍採? 是 老先生, 游死一個人喝酒 是 是 甚麼不香 烤兔玉, 我特地打回來的 不錯 當然, 有酒無銳怎麼行呢 我特地來考見你老人家 你試試 不要呀… 你今天上次讓我看見你偷學武功 現在找的東西塞著我的嘴巴 不是呀, 不是這個意思的 不是呀 不是呀 不是, 拿過來 我就教了你一招飛虎砍柴了 老先生 其實我想來鬼谷是為了學藝的 你教我的苦法砍柴就可以了 其實告訴你, 我想再學多一點 所以忍不住跟其他師兄偷師而已 是呀 這件事我明白 不過就...聞起來真是挺香的 是啊 老先生, 有甚麼事可以替你效勞的 不要 來, 你想去抹乾營的書 那我就不妨礙你了 你抹乾營, 別偷看 行了, 我不敢的 好 黃絲 甚麼事, 老先生 沒有偷看書的 行了, 我知道了 我真的想去關營 怎麼會去關營 我呢 你怎麼會去關營 那邊 我就是不妨礙 我想去關營 我走 我走 你不要說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韓娟, 幹甚麼 發大哥, 沒事了 這陣子砍柴砍得多 手腳好像麻痺了 想說鬆回去而已 我說你快楊掉 打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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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楊石先生 想不到有天分 看幾本書練得似模似樣 我下次不敢了 你自己看書 自己練習以我何關 多謝楊石先生成全 老實說, 你挺有天分的 收你做徒, 不錯 真的, 拜見師父 我雖然有心收你為徒 依靜鬼谷先生的規矩才行 那就是說, 要等鬼谷先生同意了 有辦法, 年輕人要熬苦才行 很辛苦 不辛苦 老實說, 米糧這麼重 若不熬得住, 將來怎麼成大事 來見楊石先生 司馬姑娘 坐下 救命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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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接康公子相交 不用客氣 兩位姑娘, 沒事吧 康娟, 為了救你們 連我俘虜骨頭也不顧 幸好我老當益壯 司馬姑娘, 這位楊舌先生 是鬼谷的教師 鬼谷先生有很多高徒 是楊舌先生親自教出來的 聽她說 小女子正想求求鬼谷先生 請楊舌先生待為人見, 可以嗎 真是想不到司馬大夫 會有這種收場 那不是 唐唐一個千金小姐 搞得家散人亡, 真可憐 浩先生, 不要這樣 楊舌先生, 事情都發生了那麼久 傷心無保於事 我想過的, 要痛還是思痛 對 化悲憤為力量 所以我們上來 是希望鬼谷先生可以收我們為徒 到時候我們可以 為司馬大夫申冤 可惜鬼谷先生運由未回 到時候我怕他未必肯收你為徒 不過, 你放心 我一定幫你 成全你兩個人的心願 謝謝楊先生 龐娟, 帶他去客房 是, 兩位請 謝謝 師馬姑娘, 順魚姑娘, 請 師馬姑娘, 你暫時聚這房間 聚這房間就在旁邊 謝謝 不用 這房間很嚴重的 你住了之後 我再慢慢跟你說 好 我帶兩位去參觀其他地方 請 慢著, 水有源流, 樹有根 他跟我上山 應該跟回我的 人家是女孩子人家 跟甚麼當然跟我 我跟你... 真奇怪, 這次不跟我爭 老實話告訴你 他家是被人家抄了家 師馬姑娘 你又說錯話了 真是 師馬姑娘 師父 師馬姑娘 老先生說話是這樣的 不過他心理好好的 你不要怪他 我不要怪他 我的確是被人抄家 靖姐姐, 你別這麼難過 事件一定要水落石出的 到時候美一樣可以... 到時候, 將來的事誰會知道 他無論怎麼樣 爹就不會發生 師馬姑娘 你是向嬌生慣養開的 這裡的生活很辛苦 我怕你不會習慣 有甚麼習慣不習慣 爹死對我來說是一個很大的考驗 不過人家應該面對現實的 受了錯事越多 我就應該現見的 我是守得住的 你們不用為我擔心 你變了很多 跟以前好像不一樣 師馬姑娘 老先生 真是對不起 我說話是這麼吵架的 我不是有心的 原諒我才行 算了, 你一輩子說話都是這樣 師馬姑娘, 你不要怪他 怎麼會呢? 我叫楊先生, 你不要心 師馬姑娘 你家裡的事我們都很清楚 但是關於拜師學藝的事 一定要等鬼谷先生回來 他再作決定 是呀 現在鬼谷先生他混由未返 不如這樣吧 你們暫時住在這裡 好, 謝謝 師馬姑娘 黃大哥 麻煩你幫你洗衣服 真是不好意思 我已經睡了, 難道在這裡白吃白吃嗎 而且洗衣服一點也不辛苦 對了, 在這裡住慣不慣 慣 對了, 那個屋先生的武功是不是很高 你跟他學了甚麼武功 我想來這麼久 每天不是擔心就是砍柴 根本就沒機會學功夫 唐娟, 你不用砍柴嗎 是啊 這麼多人在這裡跟那位姑娘聊天 問你什麼呀, 不出聲 你啞了 黃大哥 好, 你看那個水寶 我們走了 走了 走 黃大哥, 上來吧 黃娟 楊先生 你孫大娘罰你了 我早就叫你不要跟那些小姑娘聊天 早點拿柴回去就沒事了 這樣就不關我的事了 是昨天說他們有心療我 你做好功夫就沒人來的 是的 我最近喝了點酒, 好像沒有味道那樣 看你甚麼時候會做的 買點好酒給我喝吧 楊先生, 我知道要怎麼做的 早點拿柴回去, 我走了 嗯 我走了 有人砍個柴 比賽有姑娘跟我出頭 再砍幾口也等吧 來吧 馬虎沒人來的, 想打嗎 努力去砍柴吧 走吧 走吧 走 黃大哥 施馬姑娘 穿衣服嗎 真不好意思 因為我會連累都砍過茶 不要緊, 試試試 怎麼有隻小兔 我剛才剛捉的, 可愛嗎 好可愛 你喜歡的, 送給你 謝謝 不用客氣 靖姐姐 怎麼有隻小兔 是呀, 龐大哥給我的 好可愛 是呀, 公書大娘要見我們 甚麼事 見到就知道了 師馬姑娘, 本來你們想來鬼谷 我是很歡迎的 可是你要知道, 鬼谷是一個靜修的地方 不是要來談情說愛的 想來鬼谷的人都是誠心學藝的 你這麼說是甚麼意思 我的意思就是, 你們留在這裡 就要醫治這裡的規矩 如果你們無心學藝的 可以隨時下山 況且鬼谷先生 也未必肯收你們為徒 你們要留在這裡就要安安分分 況且女兒家 行藏舉止也要端莊 時時跟男孩子搞在一起 很容易招人誤會的 你這麼說, 只有我們不守苦道 我沒這麼說過, 是你自己說的 公孫大娘, 你... 公孫大娘, 我們明白了 以後我們要嚴守谷中規矩 那就最好了 男女有別, 還是守規矩好一點 免得招人誤會 如果有甚麼事發生 我一定會依照這裡的規矩來懲罰你們 是 看見公孫大娘就生氣了 這麼說就是要跟男孩子 算了, 我們有一幾人離開 凡事都要忍下去 是你才能忍下去 那隻兔子呢?是不是走了 沒理由的 旁邊的山是我的龍的 來, 師兄... 別搶了, 師兄, 別搶了 有飯 不見了嗎?不見了嗎? 不見了嗎?不見了嗎? 不見了嗎? 不知道他去哪兒 幫你找找 你看看, 有樣好東西 真棒 我陸足生氣燒了很久了 你的兔子怎麼回來了? 兔子 我抓回來的 抓回來?我不信 你拿我的兔子燒來吃 彭堅, 你真聰明 學會抓兔子來哄女孩子歡心 別說別的 總之偷兔子就不對 甚麼偷一聲 是彭堅去抓的 不燒也燒了 是呀, 我給你吃 給你吃 是呀 你太不穩了 別打了, 鄰哥 鄰哥 鄰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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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鄰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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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還燒嗎? 鄰哥, 你怎麼這麼誠狠看痛? 那些學生不是只有我 你也有份 其實我倆教育了 不適合我老婆, 娘娘 鄰哥, 鄰哥 你還拿我的兔子嗎? 鄰哥, 鄰哥, 鄰哥 你們幹甚麼? 鄰哥 我離開了沒多久 鬼谷還搞成這樣 你們兩個怎麼管教那些弟子 對不起 對不起 這次是不是蓬娟搞事 不是...不是蓬娟, 是琴華 楊氏先生 我教的弟子不會搞事的 你別亂說 是他在搞鬼 你們閉嘴 身為鬼谷的教師 應該樹立一個好榜 那些弟子見你們兩個常常這麼吵 是甚麼 在山下, 我也聽聞過司馬大夫的事 是呀, 他們上來鬼谷想學武報仇 原來你是司馬平的女兒 你爹偷了我們報兵法 算是報應了 你說甚麼?如果不是你的報兵書 我大哥也不會死的 一天都是你的報兵書 害死了我大哥, 還害死司馬大夫 他們的死都是因為他們貪心之過 關甚麼事 你還說 淳姑娘 甚麼事 老先生, 沒事的, 一時誤會 司馬姑娘, 淳于姑娘 鬼谷先生想見你們 司馬姑娘, 關於你爹的事我已經知道了 我懷疑司馬大夫的死是跟一件大陰謀有關 大陰謀? 不錯 可惜我暫時還沒查到線索 不過你放心, 我一定會盡力幫你 謝謝鬼谷先生 不用客氣了 鬼谷先生, 我們想拜你為師 不知你以下如何呢? 你們想何謀報仇? 不錯 你們何必一定要報仇? 冤冤相報, 何事了? 這麼大的仇也不報? 除了司馬大夫之外, 還有我大哥 人已經死了 淳于姑娘, 就算真的被你報仇 他們也不可能翻身 既然鬼谷先生這麼說 就不會收我們為徒了 這樣我們唯有告辭 去了, 乃屬天意 既然你們已經來了鬼谷 都算跟鬼谷有緣 又何必敢急著走呢? 不如你們暫時在這裡住 至於拜師的事, 遲些再說吧 敬賽的內容大家都很清楚了 是... 鬼谷先生這次回來 就是想看看你們的武術進步得怎麼樣 這次是你們好好表現的機會 誰能夠擇到千年梅花果 鬼谷先生就叫他莫邪劍法 老先生, 我也想參加 好 不行, 龐娟你不是鬼谷弟子不能參加 公春大娘, 我求求你給我一次機會 那不算公平 他是下人不能參加的 公春大娘 不用說 鬼谷先生 是嗎? 龐娟想參加 他尼屬鬼谷也有一段日子 反正是公平勁才, 讓他參加 龐娟, 用心 我一定會的 多謝鬼谷先生, 多謝老先生 多謝 師父, 我不想參加 既然你不想參加 好, 隨便你 為甚麼不參加 分 刀兩個人 連地方都參加 睡朝 在你身為歌 門禁對 我們都放在它 他狂 Chem 削 在這兒買 О 400 Zither Harp